他的动作其实跟我们一样 有这一块有洞洞的 有这一根中央轴 有一个飞轮 然后有一个三孔的洞洞 然后绳子挂过去 哎 长得一样 这个跟这个 刚刚有好多小朋友 很多大人来试过 这个八千块的好不好用 不好用 你看这么干净 三片都这么干净 你就知道 我演讲都这么多场合了 还没有人想办法把他给弄黑过 你就知道他多难用 可是他很贵 八千多块 还关税 然后那个什么 货务税什么的 加起来八千多 非常的贵 然后他多了一个什么 因为你放在桌上 他会划来划去对不对 他多了一个卡榫 挂上去之后 就不会乱划了 那这个你做补重 所以比较不会乱划 就多这个 你问我说 老师啊你自己的东西火器那么好用 你干嘛还要买那么贵的 不比较怎么知道我们的 修个好用 对不对 便宜又好用 好 来我们要讨论的哦 抓木取火哦 加分哦 加分哦 抢打哦 好 举手才 我才会叫人哦 好第一个 古代还没有打火金火柴一盒之前 用什么方法取火 来那边 用专木取火 用专木取火 讲完立刻放地几组 要放不加分 来 是 专木取火 石头跟石头磨在一起 枪石头 有 来那边 木头啊 木头一直用 木头跟木头一直用是什么 磨擦木头 磨擦木头 第二组 用用云产 第二组 还有 闪电那个 哦 靠闪电 来来来来来 第一批 第三组 电闪的一名 第三组 靠闪电闪的一名 哈 用光怎么做 跑到上太阳 什么一晒就有 就有没出来了 很恐怖 这么恐怖 来 用光怎样 用放大镜 好 放大镜比我知道还慢吧 来 第七组 然后放大镜 是啊 有人在抗议了 不过呢 我的原则是 不管答对答错 都加分 老师你烂好人 对啊 老师 老师很好啊 对不对 你有勇气 打就很厉害了啊 放大镜 聚光 应该大家都做过吧 没有 拿一张黑纸在下面 然后放大镜 聚光 然后就会烧起来了 好 再来 继续 继续 用光 还有呢 拗面镜 拗面镜 第六组 老师 你哆啦A夢 你的档舞 有 这 我说老师你骗人 古代哪里有镜子 哪里拗面镜 有 来 这个要科普一下 专目取火 谁发明的 哆啦A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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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古代的人 古代的人 是季心 不在哪 有福西市 福西市 福西市是发明 蒟火的方法嗎 不是福西啦 碎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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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碎人士 發明了 用木頭 抓木 取火 所以 用木頭 取火的方法 叫做木碎 對 可是另一招 從前沒有這麼亮 這麼漂亮的鏡面紙 用什麼方法做出奧面鏡 水晶 水晶 水晶做這個 透明的嘛 來 來 不是水晶 這個 阿秘晶 來 用水 要怎麼取火 對啦 來 古代啦 古代啦 你今天穿越到古代 你需要取火 所以不想要 那你要不用木水 你要用金碎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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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聲音答過了 書 豬 竹 竹子 竹子 不是啦 竹子怎麼做出這個效果 亮亮的 竹 竹 竹啊 以前沒有鏡子 那個美女們要化妝 不是要拿一片竹鏡嗎 你不講地幾組 我不講他們的 竹 老師 他們剛是12組 好 竹鏡咩 姑娘小姐們 要化妝 是不是要拿一面鏡子 可是古代沒玻璃啊 沒有玻璃鏡啊 用的是竹鏡 那奧面鏡一樣可以磨得出來啊 好 阿面鏡取我叫做 金碎 金碎 用金屬做的阿面鏡 因為我們考古有發現這個東西 那很多考古學家 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當一個空隙啊 可是看齒幹嘛要磨得那麼漂亮 那麼光滑 後來才知道 他原來是拿來取火的 他就叫做陽水 因為根據考古學家去找了很多的資料之後才發現 他利用陽光 利用銅鏡 弄成凹面 然後呢 巴格蘭霧 欸 現在在讓我爸現在玩的 就要扣分 欸 我們玩這個很重要 討論原理更重要 這是 這個是科學史啊 很重要的啊 那 雖然是他只發明了用木頭 然後呢 這個 誰發明的 不知道 就是用金屬 所以這是木碎 一個是金 木碎 木碎是這個 金碎是這個 那 古代 沒有這個啦 因為這個要玻璃發明之後才有的對不對 玻璃發明是在 我們大概明朝那個時候了 那要很久 靠近我們近代了 沒有這個東西 好 這個 好 剛剛我們討論到了金碎木碎石頭 墊上雷鳴 還有沒有 講過了 講過了不加分喔 來 用葉子 沒有 蛤 木頭加葉子也是用木頭取火 火上 來 雷射筆 NOUT 那 那 那筆火柴核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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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鏡帶來了 不算 來 妳們弄到 這樣子拐我的分數 這樣拐我的分數 那這樣拐分數我是不加分喔 來 哎 用火山 以前要用火山 沒有再看金庸 沒有 就知道有一個人 想去火山取火 這樣 這裡都沒有金米喔 張無忌他爹 跟他娘 在冰火島 因為很冷 找不到東西取火 那裡有冰火島有火山 所以他們繞了一條很長的繩子 試圖去引火山的火 後來失敗 好啦 火山取火 來 繼續 第一組 第一組 黃靈 用黃靈舉火 金庸 哪一集 用了靈舉火 誰 第零集 不是啦 我是說金庸啦 看小說可以學科學啊 他們都沒有在看小說 你們都有在看 都沒有認真看 拿死人骨頭來取火的誰啊 死人骨頭 笑傲江湖 令無忠 在黑漆漆的山洞裡面 對抗十五個蝦子 喔 有印象 是靠靈舉火對不對 因為他拿著死人骨頭對不對 看小說也可以學科學 要認真看 哈哈 用靈舉火 火山舉火 這都是方法之一 可是畢竟不好用 好 來 舉火我們結束囉 現在我們要討論我們這一組教具 這一組教具 剛剛磨磨磨磨磨 你有把它磨到冒煙的舉手喔 恭喜恭喜 有一半了 放下 好 我要問喔 我要問喔 這是不可以亂 好問亂打不給分喔 亂打不給分喔 請問這一組專目 可以學到什麼樣的科學 第二組 可以 破獎 可以 這是以前的 是我的方法 好 學到古人 取火的方法 科學 科學 來 第二組 蛤 摩擦 學到摩擦 第十組 第十組 我第二組耶 我已經說了 你怎麼還沒幫我接啊 我剛加了 加了 加了 來 扭力 扭力 有有有有有有有 再到冰的都算 扭力 還有呢 動能變熱能 有 強力 剛才繩子會 越拉越鬆 來後面 蛤 蛤 比較大聲咧 轉動 學到轉動 你要不要做多一點 學到轉動 再來 後面 惯性 所以老三要命叫你不要講啊 答案都被人家拖進去了 對不對 小聲 考慮說小聲點 來 第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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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組加分 第一組 可蘭霧 可蘭霧 住蘭霧 好 再來 第四組 給你機會 來 來 講到離心力 講到離心力 嗯 沾到一點點 冰只有轉動就離心力 來 我來看第三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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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組 好 來 機會給第一組 來 牛力 牛力 牛力講過了 人力 好 來 我們在能人教育裡面 人力也是一種很重要的 能力的來源 來 第十一組 動力 動力 好 衛能變動能 衛能變動能 剛剛動能變熱能 現在衛能變動能 對不對 多厲害 第十組 第十組 老師的教具很厲害齁 錢好多了咧 好繼續 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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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科學運動 都可以用這一招 來 這個 這是萬用的答案 萬用答案 作用力 反作用力 每一個都有 只要有力 來 好 如何瘦手臂健康議題 有在聽我說話 瘦手臂 來 問你說 平衡 也算 有這動就要講到平衡 好 再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來 給第二組 第二組 第二組 來 這個 對 第二組 第二組 誰 蛤 黏力 黏什麼力 黏力 不怎麼對 還是給你分 好啦 請放下 好 看這裡喔 我們講到了 胃能 變動能 動能 變熱能 還講到了摩擦力 還講到了轉動灌量 跟轉動所有關係 那他會彈回來是因為轉動慣量 我們在轉動的時候講轉動慣量 直線的叫做慣性 慣性 大家比較熟悉的是慣性 那我們在這裡應該講轉動慣量 沒關係 隨便你懷疑的好 知道就好 好 因為慣性 所以下去呢 他繼續轉 你又彈回來 因為慣性下去了 你又彈回來 他會不停的 左右左右 你 好 然後我們還講到了燃燒 燃燒有三要素 一個 來請說 需要 氧氣 講完 講完 氧氣 燃燒需要氧氣 可燃物 可燃物 好 來 這裡很重要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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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專務要取火 要燃燒完成對不對 來 他是不是可燃物 是 有沒有助燃物 有沒有達到燃點 有 沒有 你怎麼知道有沒有達到燃點 都燒黑了 都燒黑了 有達到燃點 有達到燃點 差嗎 阿火咧 有助燃物 有可燃物 有達到燃點 阿火咧 咦 咦 我等一下討論 為什麼沒有看到火 來 來 請討論 來 第一組 因為怎樣 燃點不夠 時間不夠久 時間不夠久 所以我們磨到夠久了 它就會有火 泵出來嗎 好 這是你的推論 請你認真討論 不是要為了阻止 請你想 我 我有可燃物 我有助燃物 我有讓它達到燃點 阿火咧 對 所以我們要討論 火咧 來 請說 摩擦力不夠大 也就是 燈燈燈 怎樣 哪一個不夠 燃點不夠高 第九組 不夠的 有可能 有可能 出飯 他剛剛說 欸 時間不夠久 時間不夠久 他說 溫度不夠高 來 繼續 啊 燃燒的空間不夠 那三個是哪一個 燃燃物 燃燃物 達到燃點 哪一個 住燃物不夠 第 出燃物不夠 出燃物不夠 出燃物不夠高 時間不夠久 來 繼續 十二組 氧氣被用完了 有可能 有可能 好 我要問囉 為什麼 你沒有火 他有火 關鍵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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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因為我不行 你就不行 哪有這個事情 清除於然 這更勝於然 你沒有聽過嗎 來 不可以這樣子說 好 再來 因為他有火種 他有打 鑽著動物 鋸開來 讓火種流出 噢 你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他的 凹槽旁邊 是 解開來的 讓屑屑 可以流出來 觀察入圍喔 好 繼續 木頭潮濕三個開 木頭潮濕三個開 你是說我給你的木頭太潮濕了 好 快今天下雨天 不行 怪東怪西怪天氣 好來 來 第幾組不講過 第六 你要馬上說你第幾組啊 來 因為他有用木炫 你沒有對不對 他有用木炫 你沒有 觀察要仔細 第三組 第一組 好 第一組 好 來 他有用甘草 他用木炫 你用甘草 他裡面是用樹皮 外層是用草屑 第八組 好 來 十二組 因為他有空氣 他做什麼事情 有空氣 你就沒有空氣嗎 他用力吹 他會把什麼東西補進來 他補空氣進來 他補空氣進來 也就是什麼東西 他補空氣 主人物 主人物啊 來 不然被人家補空氣了 答案我就不管了 也 也就是說 他不停的吹來補充 兩次 對不對 第一組 第二組 最後兩個答案 來 第一組 沒有火 是因為我讓你不要有火 不是啦 我剛剛也沒有限制你啊 來 第一組 第三 最後一個答案 第二組 他有說 這個要很緊密的摩擦 要緊密摩擦 所以你剛剛沒有緊密摩擦 所以你剛剛沒有緊密 你故意扶他們要緊密嗎 洞的外面是圓的 好 洞的外面是圓的 就是沒有 比那個那個 這個還 比部份還要抓 好 他的洞洞比較大 好 停 沒有了 第二組 我第二組 沒有接嗎 有啦 有啦 沒有 好 來 停 好 現在不要動了 不要動了 剛才你磨很久 頂鍋冒煙 不會有火對不對 對 那他有火 是因為他多了一個動作 就是收集了火種之後 我們那個黑黑的碳穴 火種之後 他要放到比較細碎的東西 然後還要這樣吹 那為什麼他要用細碎的草穴和樹皮 為什麼 草穴的樹皮有什麼用處呢 來 蛤 比較容易燃燒 為什麼穴穴比較容易燃燒 為什麼穴穴比較容易燃燒 木頭就為什麼不容易燃燒 傳遞火焰比較快 燃燒三樣素請你說說說說 燃燒三樣素 為什麼 草穴樹皮 比你這一塊 好用 他與什麼的接觸面積大 與柱藍物的接觸面積大 與柱藍物的接觸面積大 好 來 走開箱 一起念一遍 與柱藍物接觸面積大 念一遍 必死主 必死主 叫做啦 必死 好 所以各位爸爸媽媽小時候如果生過我 你就知道我不能夠直接去棍子 然後拿導火機在那裡燒 燒半天 你導火機用完了你還沒有火 因為它太燙了 那你們就算小時候沒有生過火 你烤肉也生過火 你不能夠一開始就拿很燙的木炭來燒 我們要先用碎屑來燒 那都是一個原因要增加 它與助燃物的接觸面積 細碎的東西 它與助燃物接觸面積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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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這個 不能燒 不好意思啊 這個 能夠燒 這是什麼 鐵 鐵 鋼絲絲 它是鐵把它拉得非常非常細 它可以燒 它不能燒 一樣都是鐵 所以國小的燃燒那一單元 鐵 常常會有老師出錯題目 好你 以下何者是可燃物 這個亂出 下次你們老師出那一題 你可以打電話跟他質疑 沒嘗試 沒知識 不要管 好來 這個是鐵 鐵能不能燒 可以啊 那你得看什麼情況下能燒 對不對 這個能不能燒 我在這裡點點點點到達到燃點 它也沒有燒 因為它與氧氣接觸面積不夠 那我們的草皮 草鮮 可以燒 因為它與氧氣的接觸面積大 然後你只要達到燃點 什麼都往裡面燒 對不對 好 我燒給你看哦 我的打火雞咧 好 這樣子燒 不能燒對不對 我們燒到天荒地老 它還是一根剪刀 這樣可不可以燒 可以 可以 欸 一樣都是糊鐵咧 對不對 它鐵做的啊 它鐵做的啊 它可以燒啊 所以 所以 可氣以下何者是可燃物 不要再出了 各位如果有郭夏老師 不要再出了 國中老師 不要再出了 好 可燃物 那要看什麼情形 對不對 好 那本來我們還要示範很多東西 好 這裡有一個 東西 庫外野外求生的人都知道 這是什麼 不知道 給我一張麵 對 對 打火石 第三桌 面子 好啦沒有舉手不算 好 謝謝 來 一張 好 這是鐵塊 鐵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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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打火石有什麼關係 來 這裡有一條 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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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現在拿剪刀 刀背 刮出一堆 鐵穴出來 好 刮了鐵穴 來 靠近 靠近 螢幕 螢幕 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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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靠近 鏡頭靠近 鏡頭 好鏡頭靠近了 這裡有一些鐵穴 灰灰的鐵穴 好現在 它是不是很容易產生火花 打 打 打火石 取火也是一樣 雲 用 打火石 找比較可燃的東西來燒 可是呢 如果沒有鐵穴 它是很難的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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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打兩下火花 只要有火花 它就很容易燒起來 它跟這個一樣 鐵 鐵能燒嗎 你要看情形 我把它拉得這麼的細 可以燒 我把鐵磨得那麼的碎 可以燒 可是如果我沒有用鐵穴 直接用面子呢 你要打很久的火花才會有 因為鐵 它還有一個特性 它的熱容量大 所以 這個鐵 跟這個鐵 鼻子靠近的時候 它燃燒 把熱傳到隔壁的時候 它還夠熱 它要繼續燒 然後傳到隔壁的時候 還夠熱 繼續燒 可是如果這是木穴 木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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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燒到它的時候 溫度已經開始慢慢降了 因為它傳到比較慢 熱容量小 所以 在傳到隔壁的時候 慢慢溫度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所以它就 打一下火花 只點了那個地方夠熱 隔壁沒有熱 打一下火花 這裡夠熱 旁邊不夠熱 所以要打得很多很多很多火花 才能夠把熱傳到很多地方 然後慢慢的那個熱量 才蓄積夠多 才能夠燒起來 所以我們用鐵粉 鋼絲絨 是可以很容易就燒起來的 那以前曾經有網路上 有人在開玩笑 叫說 它在屁股上面 因為鋼絲絨是很好燒的東西 然後它在屁股上裝了鋼絲絨 然後它加電池呢 就害它BBQ屁股燒起來 來 我燒給你看喔 電池 兩頭喔 現在沒有碰在一起 好 現在我們用 一點點火花 就足夠燒到你的屁股變BBQ了 所以可不可以把鐵絲鐵穴什麼的 放在你的屁股底下 尤其是有電池在你那裡的時候 這個真的是要火燒屁股了對不對 你看看 多危險啊 這麼一點點的熱量 就足夠讓它燒起來了 好 當我們剩下10分鐘 我們要討論喔 為什麼有人弄不出火來 為什麼有人弄不出黑煙來 這個很重要 好 第一個喔 我講完之後 你們每一個都要會了喔 我講的 本來要用討論的 可是時間不夠 所以我要很快的講 第一個 好 摩擦力與什麼成正比 兩個而已 好 你在水泥地面 跟磁磚上面 哪一個容易滑倒 水泥 磁磚 哪一個容易滑倒 哪一個容易滑倒 水泥 磁磚 好 有人搞不清楚 好 你在當媽嘎 火油路跟磁磚地面 哪一個容易滑倒 磁磚 磁磚容易滑倒 為什麼 很滑 是摩擦力比較 好 所以摩擦力要大 那是不是 那一個越粗越好 不是 對不對 對 對 對啦 摩擦力比 摩擦系數成正比 好 對啦 不要再提了 我有時候會反論 然後小朋友就習慣了 不對 對啦 好 越粗 摩擦力越大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喔 第二個 我輕輕轉 跟用力轉 哪一個摩擦力大 用力大 也就是說 摩擦力與正向力 正向 你往四面八方 歪七扭八的地方轉 後面要 要往下 正向力 成正比 越用力 它的摩擦力越大 所以剛剛我有叫你試 十片 十五片 二十片 對不對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自詩力氣很大的人 十片就夠了 力氣很小的人拿二十片的 因為可以補助你的正向力 比較大 好 那現在 問題回到來 第一 我還有五分鐘讓你轉 有問題再問 我們要講一下為什麼 好 摩擦力與摩擦係數成正比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把它搞得很光滑 就磨不起來了 你現在檢查一下 有沒有一些洞洞非常的光滑 有 有沒有 非常光滑 為什麼會很光滑 因為你都輕輕地磨 輕輕地磨 輕輕地磨 把它磨得 粉嫩粉嫩 光滑光滑的 它的摩擦力就變 小了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 就用很小的力氣 把它磨到 它已經非常光滑了 你再磨也沒有用了 那個洞 那個洞怎麼解救 第一個 第一個 把它給磨得 差一點 等一下啦 我們講完了 還有人都可以磨完 你們去不能解決怎麼辦 第一個 如果看到那個洞已經很光滑了 你就要改造 要不然你就放棄 第二個 這裡 這裡 第三 扣分 第十組 扣分 好 請到一次就好了 來 第二個 這裡 如果你已經用到 非常的光滑的時候 就扣一扣 扣一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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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比較不會那麼光滑 再來 像這個 還有一個 轉動 這個號稱八百多塊 八千多塊 八千多塊的裝飾 我為什麼難用 因為它下面是平的 你家的門書 就是古早的那種大木頭門 轉軸 轉軸 是不是 後來有很多人用玻璃平底來做 然後那個底部是光滑的 這樣比較好開 這個為什麼不好轉 因為它的 雖然磨砂力跟接觸面積無關 可是它的支點太多了 它支點這麼大一片 所以它不好轉 它沒有一個集中的支點 讓你很好轉 所以這個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人有辦法把它 磨磨磨磨磨磨磨的 對啊 我就故意不弄啊 我幹嘛要改造它 我的就很好了 為什麼要改造它 就是要讓你知道 會不會見得是 好 不會用不好用的才造高 來 再來 正向力加到我們剛剛說的 第一個用力 第二個 片數都比較大 第三個 你往下壓的時候 圈數 好我們講到斜面 剛剛我們科學原理都沒有講到斜面 與螺旋 這個 下降這麼多 轉圈圈這麼多 也就是說 我轉下去十公分 也許它已經 20公分 20公分 費力 省時的工具 那你的圈數夠多 它下降的會夠快 它增加的正向力會夠多 所以這個如果太短 也會影響我們 好 以上 這是我們的充目 大家都值得用 再給各位 五分鐘的時間 五分鐘的時間 一定要便當才能回家 開始 成功 產生專注起火 那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最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們特教中心為了感謝我們曾老師 我們特畢 有個獎狀 要給我們曾老師 請大家鼓勵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谢谢观看